今天行政管理委員會早上討論過剛剛過去 在星期六和今早在國歌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上出現的秩序問題 在星期六在宮廷會舉行的時候 三位發言人士突然衝出主席台 衝去主席台和官員那裏 期間撞到一名當席的保安人員 這個保安人員跌倒受傷 由救護車送去檢查 醫生討斷了左肩和背部受傷 給了8天假期 由於處理秘書同事執勤時受到阻礙和受傷 在星期六當日已經根據機制報警處理 而今天早上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開會期間 委員會主席因許智峰議員行為筆檢要求離開會議室 保安人員協助許議員離開的時候 許議員在掙扎的時候 令到一位保安人員恐怖受傷 而許議員亦都稱他亦都受到傷 兩人已經送往醫院去檢查 我是想強調會議是公開進行 與會者的行為都是受到公眾的監督 而行官會作為秘書處職員的僱主 是有責任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給我們的同事 對於有職員執勤時受傷 我是感到遺憾 亦都希望大家能夠遵守議會的秩序 不想再有任何人受傷 由於短期內接二連三 有兩宗委員會秩序的問題引發的人有人受傷 因此行官會將會進一步研究適合的行動 那適合的行動會包括會不會 例如限制那三個人以後都不能參加立委員會 我想我們會很小心去處理 經過秘書處去研究 我們下次會議一致開始去處理 事實上的行動會發言 我們有不決定和復聚會抵如 我們會測試者的行動動會 iy法民眾及接政們 最討論的行動會 李治峰事件有沒有就住機制 也有去報警 還有你怎麼看今天長江主席 限制這個議員就住書面的提問 去設限期呢 這個做法 可能去到國發上大會 你會不會都就住書面的提問設限 第一件事 委員會的主席怎樣去主持會議 作為大會的主席 是我不會去評論的 每個委員會主席都是按照我們的議事規則 去處理的會議 這些也是我會尊重的 大會的做法也有清晰的議事規則 我都會根據議事規則去處理 將來如果是上到大會 是怎樣去做的 適當的行動是 剛才委員會有沒有談過 以及之前應該有沒有 就因為這些衝突事件 救命私人出席立法會議 以及會否真的限制了一些人的發言 或者公眾的參與 我們初步有談過 是星期六的事件 以及今早的事件 進一步的 我都要秘書處去搜集所有可以行的方法 去被議員去行官會議員去看看 所以現階段 是太早說我們會怎樣去做 當然 以前我們是禁止過一些公眾人士進入立法會 我留意到有消息說 許智峯議員已經報警 我們秘書處也會按照機制去處理 如果這件事已經交由了警方的處理 我們會盡量協助 我也沒有任何一樣的評論 請問其他問題 城堂的事件有否保留? 我想秘書處現時是處理中的 因為第一件事 我們的同事還在醫院檢查中 我們有進一步的消息 有進一步消息 秘書處就會跟進的 根據機制這樣跟進 OK 麻煩你